今天我們要來學習如何削洋蔥 而這個是削好後會呈現的樣子 要削一顆洋蔥 拿穩你的刀 正常地握著它 確保你的拇指是放在刀的內側 所以把刀壓進洋蔥 然後旋轉洋蔥 保持手穩 再一次在洋蔥的另外一頭 把刀壓進洋蔥內 並在手穩的情況下旋轉洋蔥 然後把拇指放在刀的內側 把洋蔥皮往上拉 把洋蔥放在那邊 把洋蔥放在上面 很快 用洋蔥燒在這個內側 所以把洋蔥拿出來 一會兒很緊張 第二次在叫做洋蔥 洋蔥燒消好了 楊梁